接下來的題目 接下來一開始的題目是原則上不用算的 就有一個觀念就好了 看到F等RMA看到公式有觀念就會曉得的 AB兩個物體質量是M1跟M2 M1比較大 同樣的拉力作用誰加速度大 這不要算啊 這課本習題嘛 課本習都是最沒有程度的最簡單的題目 因為F等RMA知道 如果力量一樣的時候質量跟加速度會成反比 所以呢 質量越大加速度就會越小 所以M1比較大 M1的加速度就會比較小 所以呢 叫做B大於A 所以咱就選B 夠簡單吧 超難 超級恐怖難 OK 好來 跟它類似 跟它類似 類似這種題目以前有考過喔 它雖然這麼簡單有考過 類似題有考過喔 我推一個裝水的車子 可是那水逐漸流失掉了 請問你 那那個加速度會變大變小還是不變 你順便告訴我 為什麼會變大 為什麼會變小 為什麼會不變 為什麼咧 答案哪一個咧 我們現在要找一位可愛大美女是嗎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 大美女分號 八 開心說話的錫雨小姐 快點 變大變小不變 為什麼 變大為什麼變大 水流失 水流失 然後講一點跟理化有關係的講法 因為水流失 水什麼改變了 講跟理化有關的講法 改變了 變大變小 你們說 這個叫做 為什麼 為什麼 你不覺得 沒有 有 也不覺得 講過了 表示 同樣的拉力之後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你的水逐漸流失 所以假如 質量就逐漸減少 質量變小 加速度就會 變大 所以答案就加速度增加 所以答案呢 就選的是增加 就是簡單 這種就不用算 簡單 基本概念就有了 雖然如此簡單 但也是屬於考試會考的題目 希望你能夠理解 接下來也是基本題 號稱需要算 但簡單就幾比幾幾比幾就算完了 他說有個物體 F1 F2 F3加速度比是A1 A2 A3 如果力量比1比2比4 那請問你A1比4 A1 A2 A3幾比幾 這也是剛剛的正比反比的意思 F等MMA 質量相同的時候加速度跟外力成正比 同一個物體嘛所以質量一樣 所以力量如果越大加速度就會越大成正比 所以124那個多少 那也是124嘛 所以他就選豬 夠簡單吧 OK 把它稍微讓它感覺困難一點 力量坐在甲產生Burr的加速度 力量坐在乙產生16加速度 那請問你質量比 跟剛才類似對不對 質量比 第二個 把兩個綁在一起再一推 加速度會多少 加速度會多少 OK 跟剛才差不多 號稱要算 但是就是比來比去而已 來第一個 質量比幾比幾啊 推你是Burr 推他是16 那他的質量比是幾比幾啊 可愛大帥哥 英俊大帥哥 美麗大帥哥 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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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大帥哥 你答案 2比1 你說加 再過去一點 討厭 拉力一樣的時候 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我的加速度比是1比2 反比就是1分之1比2分之1 1分之1比2分之1就是2比1 所以答案就叫做2比1 好 那請問你 綁在一起的時候呢 這個沒有辦法整除 所以請用最減分數表示 最好分數表示 最好分數表示 好 推你是分 推他16 兩個綁在一起 有不同的做法 有那個腦袋瓜 超級數學 超級好的 隨便想想 比一比答案就出來了 不然這個人好好的做也一樣可以做出來 哇 這咧 可愛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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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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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說不知道喔? 你答一下不知道喔? 請坐 傷害老師的自尊心啊 我知道 F2MMA質量跟加速度成反比 綁在一起的時候會變成三倍 因為一個二一個一嘛 綁就變三嘛 所以呢 16比S就等一分之一比三分之一嘛 然後就三分之十六 你要把它假設成施力是一牛頓 然後去這樣做其實也可以 隨便你 然後講過好好做也可以 比一比做也可以 幫忙很多種 最後是練習舞 這是這兩個都 剛才的立體練習跟這個立體 都是最簡單最基本的 看公式 基本上不太需要計算 就能夠解決的事情 那一些比較囉嗦麻煩的 我們待會兒再說 OK嗎? 我們待會兒再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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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